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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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大家身心安康 吉祥如意 早安 早安 好 那我们继续研讨 好 必须要意浅说 那我们上次进度 我们 218月 我们上次讲那个 左右二脉路 风路 阿湾都底这个讲过了吧 你看一下进度 好像 231月 231月 我自己弄错了 231月 第三 最后一段 深远离 所远离的内涵 跟它的界限 这个已经讲过了 我们看文字 首先 所谓深远离 所远离的是什么呢 远离凡乎的身体 为什么呢 它这里没有讲 主要是它的本尊坛成 已经在周迈游走 周迈游走 所以它这个本尊坛成 都可以安住在 例如说密集金刚的讲 例如说我们猴 是观音菩萨 心不动佛 那个 眉间 什么什么 还有那个 这个叫处 我们叫处坛成 这个就是你的身体 都有佛菩萨住在里面 叫处坛成 处所的处 处本尊 就是把佛菩萨 安住在你身体里面 所以到深远离的时候 你本尊坛成都在周迈游走 所以你的身体就跟一般的 繁庸的身体不一样 这个叫深远离 它就没有血 内含没有血 那主要呢 远离获悦所感的运戒处 就是我们的身体 就是我们的身体 包括我们的六根 六四 还有所远镜 那这个其实没有处 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就是讲那个运 五运 然后十二处 十八戒 这个是讲自己身体所设的 不是别人的 自己身体所设的 五运 十二处 十八戒 作用是坛成跟本尊 在身体各部分游走 那遮子呢 凡乎相的显现 这里呢 遮子凡乎相显现 在身体赤地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跟遮子凡乎相显现 它不是在圆满是深远离 它把它拿进来说 其实不是 在深远离成就 这已经遮子凡乎相显现跟贪值了 所以这里有些佛法是矛盾的 而且没有相顺 因为呢 凡乎相的那个显现呢 这个叫所思障 之前有讲嘛 凡乎相的贪值 这个叫烦恼障 如果它这边就遮子的话 可是这边还是在夹行道而已 所以有些佛法讲的 没有前后对照 前后不顺 因为这里夹行道 不可能马上 如果说以所思障来说 不可能就能够遮子所思障 可是它就遮子 凡乎相的显现跟贪值 贪值是返老障 那显现所思障 所以有些前后不顺 所以我说在写事的时候 为什么写的不合理 因为它自己写的前后相为 很多传承主是自己不晓得 前进讲什么 后面讲什么 没有对照 那这里呢 凡乎相显现贪值 不是返老障跟熟障 那是升起次第成就之后 它才会遮子凡乎相的贪值跟显现 因为它已经自身本尊任运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遮子 所以要了解真正的实修的过程 我们看第三行 由修深远离本尊法 而遮子凡乎相的贪值的显现 不是 这个是在升起次第成就就可以了 不是在深远离 深远离的目的要升起白显得白显至 可以 知道我们科判有 不用再显 我们济世朋友 得四字 目的要得四字 原本次去重点要得四个字 白显至 红真至 黑净得至 跟聚生光明至 光明至 得完就得到不净幻生 不净幻生就一定成佛了 所以这个四个字都得到就一定会成佛 重点在这里 而不是在遮住什么环庸 环庸 环庸 什么贪值 这个不是重点 要断烦恼障 所致障 为重点 它把患烦症跟贪词等号 显现跟所致等号 就错误了 这个错误的解释 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 那相关修法 下将略说 休息深远离 也是引导最后升起本始光明星的方便 那重点 那先升起白显至 白显星 到就近一月离才是本始光明星 所以现在还是没有 现在是一个白显星为主 那深远离 正空性的星是微星 不是深远离的正空性 是由空性结合白显星 这个微细心是白显星 这个微星就是白显星 是由白显星陷起来 自动跟空会融合 所以不是由白显星的正空性 为什么 因为白显星是微细心 它没办法思维 没办法正 白显星是微细心 没办法正 但不是最微细心 最细心就是巨生光明星 所以都没有讲清楚 这个内涵都没有讲清楚 只是文字带过 因为深远离 尚未现行本始光明星 这个现行就是 到究竟一元离才有 到究竟一元离 也没有能力现行本始光明 也没有能力现行本始光明 这就是 这两个 这个 这个 讲到后面去 是因为 有些不能讲法师座 有时候 他为了要把时间延长 所以讲一些 不是重点的话 会 我们在讲话也会 比如说 我们今天就谈一个主题 谈主题 最后就谈到其他的 比如说 你为什么要跟某个法师学法 他说 他讲的话很好听 跟学什么法有什么关系 他长得很英俊 跟学什么法有什么关系 可是我们常这样答 对不对 有些人跟某个法师学法 因为他讲话很好听 因为他长得很英俊 潇洒 我学什么法 是法 不是那个声音 也是他外向 可是大家会答什么 因为他声音很好听 因为他长得很英俊 潇洒 所以我会跟他学法 学法是为这个吗 可是一般句子会这样答 你们会不会 不会 只是很多句子会这样答 很奇怪 答回所问 我们看232页 第一行 要言之 休息深远礼儀余且 其实在于 设法遮止初分身心 不是 不是设法初分身心 你自动会生起细分心 初分心就不进 不是设法遮止 这是自动的 不用设法 这设法就错了 这跟那个 我们讲那个 那个决然派的说法 有一个样 决然派的说法是说 那个叫他正 我们叫这个 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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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他空 决然派为什么叫他空 他说 当你生起白显心的话 就遮止了那个初分心 那生起红真心 他会遮止白显心 那生起黑净德心 他会遮止红真心 生起巨深光明心 他会遮止黑净德心 所以他他空 就是生起某个当前 会排他 就他空 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根本不用刻意遮止 你自动陷起来 因为那个其他的法都不陷起的 比如说我陷起 我的我的意念 我经常吃什么 你陷起面的时候 你就其他的什么 水饺啦 饭啦 什么都排除掉 对不对 这个不用刻意排除 他是自动排除 对 那我们白显红真心 也是一样自动陷下 就排除去 那因为我们心 只能圆一个静 所以当你陷起一个静 其他的法都不陷 自动排除 不用刻意奢止 这样了解 所以你在生起白显心 他是自动的 已经不陷起初分心了 不是设法遮止 这已经错了 这样听到 不用他自动的 不用这设法遮止 所以依西分心 正如本尊自信 而成就远离 生远离远远迟的 明智等四智 但是 那个叫自信空 无自信对不对 无自信成立 要加成立 进程派要加一个成立 但是不是用细分心正 是自动细分心陷起来 它会自动跟空会结合 因为细分心没办法思维 没办法正 没办法正 它是自动融合的方式 但是要空会设止 才可以 没有空会设止 陷起来也没有用 所以要空会设止 那白显心陷起来 会自动融合 所以不是细分心来正 无自信 这个说法已经错误了 因为这个是细想 它没办法正 因为正要了解的意思 但是空会已经了解了 自动融合 这也是引申 最后陷起圣意光明之前的情况 圣意光明是在见到位 圈才只是在夹行到 所以还是很久 对此 有师长说 这个师长说 这是传承 这样说 但是不一定对 不一定对 太多传承莫衷一世 有人这样讲 讲的人又没有交集 又没有相遂 有些相为 凡是三种远离的 欲光明必是分别心 这个欲光明 这个用欲光明就错了 欲光明是究竟欲远离 这个聚生光明跟空会计 叫欲光明 所以凡是三种远离的光明 欲就化掉 光明心就是讲分别之 这个三种远离的光明心 这个加一个心 必是分别心 必是分别心 到聚生光明也是分别心 到圣意光明才是五分别 所以四种 不是三种 他讲讲这样 这个欲远离有包括两个 黑净德跟聚生光明 三种远离可以 得光明心必是分别心 有四个光明 有四个光明 那必是显珍得 加一个聚生光明 显珍得 聚生光明至 至所色少一个聚生光明 显珍得 显就白显 珍红珍 德黑净德 加后面加一个聚生光明至 四个字所色 加个聚生光明 即使在此 显珍所生起的光明至 也周片是分别心 为本质的欲光明至 那个欲光明就挂掉 欲就是讲聚生光明至 才叫欲 为什么叫欲呢 它跟现正 圣义光明是雷同 叫欲 是跟圣义光明做比对的 所以它是分别心的聚生光明至 跟圣义光明的是 五分别的聚生光明至 有相同 所以叫欲 所以这里呢 白显不能叫欲光明至 红珍也不能 黑净德不能 所以这个欲化掉 因为它包括四个字 所以不能用欲 而不可能是无别心 为本质的圣义光明 因为还有一共像夹杂显现 必须乃是第五次第 第五次第的圣义光明 才能得清正空性 才得依此 次第圣义光明断尽烦脑 按这个加码 依此聚生光明 至 加个聚生 因此聚生光明至 这个至 光明前面加个聚生 光明后面加个至 次第的圣义光明断尽烦脑 所以呢 聚生光明至的屁育光明 跟圣义光明是同一个直流 但白显不是 红珍也不是 黑净德也不是 只有聚生光明至 温别性的聚生光明至 才是圣义光明的序流 那透过这个序流的次第 来得到圣义光明断尽烦脑脑 那并依双远 融就是说两个融合在一起 不是一个消失 一个变成 像说我们融什么 冰融化成水 那个就改变了嘛 可是这个融不是 它是两个混在一起 但是没有改变本质 这叫融 这个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病人将自性 那个自性改成妄恋 病人将八十种妄恋分别心 这个自性化掉 八十种妄恋分别心 烦恼啦 包括三十三种 看后面会写 那师长说自性 那个自性 他就本具的意思 他用自性 就跟如来这样的说一样 就是本具 本具的意思 可是本具不能讲本具 因为是烦恼众生才有 到见到位就没了 不能用自性这个字 很多都是抄一抄 就用自性这个字 师长说八十种妄恋分别心 有善性 有大悲心 有烦恼恶性 其诸烦恼性 在此初心 可能未成细心 这种说法呢 不合理啦 你既然讲那个妄恋 就不能用大悲心 普利心来说啦 现在讲的是 有户无忌 跟无户无忌 那有户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烦恼 跟执着脚杂 叫有户 大悲心 普利心 善性 不是烦恼 也不是执着所舍 所以这里呢 有些传承 不合理 但是这个法制 都是超超 哪个人这样说 我就超 就哪个人这样说 他没有去抉择 到底哪个说法比较合理 没有去抉择 简择 淘汰后再把它说出来 那有大悲仆心 这个呢 就不能讲八十种妄恋了 他是正确的善性的 所以这种说法有问题了 在此初心以龙分 以龙分位 階层细心 就八百显 红针 黑静德 俱身光明 主要在显针的三种护位中 贪嗔痴三毒 所以呢 八十种妄恋只有到 黑静德的前半部 俱身光明 就五户无忌 那贪嗔痴三毒 意思为四十种贪 这个把它加进去 这是红针 贪 次第写错 四十种贪 贪的妄恋 这个加贪 三十三种嗔 把它嗔加进去 七种痴 所以应该是三十三种痴 要放在第一个 因为它是白显心 那再来是四十种贪 是红针心陷起 那七种痴 在黑静德的前半部陷起 那与此同时有三种 细分心陷起 维系 二显错乱 二显错乱 二显错乱就生起这个妄恋 烦恼 生起妄恋的烦恼 叫错乱 谁的手机就行 好 这是我们讲二显错乱 这就是现起八十种妄恋 叫维系的二显错乱 加以依次骁龙 那个龙写错了 这个龙应该是恐龙龙 它都写这个龙 因为它是 它是听声音 然后手操稿的 听法师的声音 手操稿的 所以手操的人就是 用这个龙 他是听声音手操稿 如是正得显明字之迹 乃是风 尚未融入 那个显明字 我们讲那个 己轮不是星轮 于远离 显明字就是深远离 还没有融入 己轮 己轮就是于远离之前 中脉都底 这不是中脉了 是脉轮 己轮 脉轮 中脉已经有了 己轮 脉轮 之前 不是都底 都底是中脉 己轮 脉轮 脉轮 之前 这中脉都底化掉改成脉轮 所以他在深入是在脉轮 不是在周脉 周脉是在深远离的 现在是于远离的话 是己轮 脉轮 里面 不是那个周脉 都底 你都写 超错了 因为深远离 已经融入周脉的 都底里面 但是己轮呢 是要融入脉轮 己轮 脉轮 之前 即是深远离的界限 好 有没有问题 你在想哪里 第几行 文字没有看到这个文字啊 你问字在讲哪里 不是前半 他没有讲前半 然后呢 你在问什么 八种妄念 八种妄念 这个有不同的传承 有一种传承是说 在白显之前 八种妄念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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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细分心 没办法造业 所以刚才讲用维系心来正空性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没办法造业 没办法正 可以正就可以造业 所以是我个人 另外一个传承是讲 白显心陷起三十三个秤 红真心陷起四十个摊 黑镜德的前半部会陷起七个痴 黑镜德后半部就无乎无忌 跟巨生观明星无无知 有户就是有八十个妄念烦恼陷起 叫有户 但是没办法造业叫无忌 所以我感觉这种说法比较合理 不然跟有户无忌就没有什么相关 那有个传承是讲 白显心之前陷起八十个妄念 我感觉那你八十妄念怎么交代 它的次第怎么升起 没有说明 就传承就没有说明了 那另外传承就把白显跟三十三个秤心的妄念结合 红真跟四十个贪心结合 黑镜德前半部跟七个痴心结合 这样说法比较合理 所以传承是不一样的 但你要觉着哪个合理不合理 所以莫衷于世就是这样 红华就是莫衷于世 没有人一个把它做一个同理 他们都是文字传承 怎样说都对 像说我去问哈兰伯格西说 他是洛瑟琳的 洛瑟琳 那你们洛瑟琳这样说 瑟拉姐这样说 两个相反 如果说不同角度还可以说 可以说 但是两个相反 那你说哪个对 他说都对 为什么都对 对 都是传承 这样学这个传承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啊 有没有办法实践 因为两个相反 你到底要选择哪个去修 那两个都对 那到底要怎么修 会修错乱啊 两个相反的内涵啊 就是周麦啊 周麦啊 前面讲周麦啊 他光阿嘟地就解释周麦的意思 周麦啦 我把两个都画掉 这是麦伦才对啦 不是周麦 是麦伦啊 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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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叫乌吗 就是周麦啦 跟你讲啦 周麦就是土地啦 周麦就是土地啦 周麦应该是讲麦伦才对啦 周麦已经生眼鱼 已经修成了啦 现在是余眼鱼要讲 要进入麦伦 不是周麦而已啦 对啦对啦 你们要多学多思维啦 多学多思维啦 好这段有没有问题 好没问题 好没问题 我们看第四 深眼鱼的修法为何 好 那呢第一呢等词位呢 深眼鱼修法主要是修习 喜乐跟三摩地 不是喜乐三摩地啊 就是改成 白显与空慧融合的显明智 喜乐不重要 因为喜乐 那个显教的圣摩他都有 三摩地也是圣摩他都有 不是重点 这个显教共同的 圣摩他也有十三摩地 兼顾三摩地 也有产生喜乐 这个显教都有 不用在密法修 密法主要修的是 白显与空慧其合的显明智 白显与空慧其合的显明智 深眼鱼主要修的目的啦 就是白显心 与空慧融合 这个是深眼鱼的目的啦 修深眼鱼的目的 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你看 如是正德前面那个 上一段的导述地上 如是正德写明智之迹 乃至三未融入 风还没有融入 脊轮之前 他已经把那个目的 已经最后结果写进去 现在又写的跟前面不一样 跟前段导述地上又不一样 这很奇怪 但是超文字没有去思维 前后现在不相顺 我把那个科判放在群主 不用再写了 有四个次第啦 修深眼鱼 在这里是讲保瓶气啦 那我用观想力 为什么保瓶气 我会比较不注重呢 因为保瓶气吸的是空气 它吸的是空气 不是那个我们观想力 那个细色 那空气呢 吸进来会容易身体会脏 脏会不舒服 然后会长得放屁 那放屁这个气就不见了 气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修保瓶气会引起身体的不舒服 会脏气 所以用观想力就不会 那观想力那个色法 那个气属于细色 细色它就不会造成身体的一种障碍 因为细色可以穿墙走遍 如果是空气的出色 它有止碍性 会造成身体不舒服 所以呢 我修的 我一般修都用观想力来修 那当你去那个路中 与脉轮的明点 它就会生起大热 就射没它的大热 第一个 那大热停歇后 就白显心会陷起 那白显陷陷 它自动如果空气所射 会跟白显融合产生险离痣 那鱼眼鱼就是重点 要修那个红真心陷起 那跟空气结合得到红真字 那鱼眼鱼分两个 一般鱼眼鱼就是心轮 心轮的明点结合 产生黑镜得志 如果旧静一眼鱼 跟不坏明点结合 不坏明点 那这个生形 那个聚生光明 这个P光明 这个四个 所以每个生眼鱼 鱼眼鱼一眼鱼 一眼鱼分的一般一眼鱼 跟旧静眼鱼 那总共都有四个次第 好 下面有问题 亦生可以 那这里写的我们就可以不用看 因为要改 要改很多 要改很多 你们要改还是怎么样 还是说你们自己看有问题 还是我把它念一遍 那也改一改 念一遍改一改 那么喜欢这样对不对 喜欢文字改一改 好了 那一行懂就好了 我已经拍到群组了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 这个在导述第二行 232页 导述第二行 等次为了生眼鱼修法 主要是修习 白显与空慧结合的 德 那个显明字 修习之理 在等词时 等词就是在定 定中 就修定所设 那心认词 心所议词 都种于热显 不是 热显不重要 心认词 这个 这个我们就改成 转为白显 就由 圣文它的等词 热显消失 那心所议词 都要变成白显心 心所议词 都种为白显心 热显改成白显心 那由空慧 由空 热瘦化掉 由空慧 意词 改成色词 由空慧 色词 空性意 就改成白显心 就融合啦 而且是由分别性 一共像 夹杂 而 而正 而正 这个叫显 这个正空慧 空慧 空慧就改成显明智 会不会讲太快 那个 232 第二行 心 最后一行 心所议词 都转为白显心 这个热瘦改成白显心 那由空慧 热瘦改成空慧 色词 意词 这个意 改成色词 意词 改成色词 那空慧 意 改成白显心 空慧 意 由空慧 色词 白显心 可以 而且由分别心 以一共像之礼 而正 那个正 不是正 这个意思 而得 正改成得 这个正 就得 正空慧 上方字 改成得 得显明智 是个字 正空慧 改成得显明智 并非轻正 并非是无分别心 能正空慧的心 是申请正得空性的智 那其实不是正 应该是融合 那这里用讲正 就必须变成有妇了 编成是有业 所以这个我就不需要改 你们了解就好了 改一改去 你们也很麻烦 所以由空慧色词 融合四智 不然要改也可以 由空慧色词 正得四智 这样简单 由能正空性 改成错了 由空慧 不是空性的心 就是慧 空慧 由空性的心 由正 由正 由正空性的心 能改成由 能改成由 理由的由 理由的由 由正空性的心 然后呢 融合 即是深正的 融合 融合四心 得四智 由正空性的心 即是这边化掉 融合 融合 是空 就是四智 融合四智 融合四智 得四智 所以 即是深起正空性的 这个化掉 由正空性的心 融合 四智 四智 得四智 可以喔 由正空性的心 融合 融合四智 融合四智 得四智 好 可以吧 該好嗎 以此而想 以得随順生起的正空性的智慧 不是喔 這個以此而想就不用 那這個化掉 以此而想 以得随順生起的正空性的智慧 就化掉 改成 即 显明字 就深远离 正得极空的智慧 极空 应该是我们叫空而已 空 这个极空 这个极化掉 就是空 空 没有极空 就极空 极空的极化掉 空的智慧 正得空性的智慧 这极明显心 好 它我们写错 它用极空一般我们叫广空 广空 这个不重要都是名词案例 这什么空都没有关系 所以正得空的智慧 正得空的智慧就是显明字 这不是空性的智慧 是空 空 那叫空 极空 然后大空 广空跟一切空 这个是名项 有人讲空 大空 广空 一切空 每个安逸的传承名字不一样 这个空不重要 有人讲空 大空 广空 一切空 这里是讲 空 然后极空 大空 一切空 没关系 这个不重要 这个名称 个人传承主是安逸的名项不一样 重点是正得 写名字 增长字 黑净德字 跟巨生光明字 然后你写名字 加一个深远离 下面 那个后面的空不重要 传承都不一样 名字 名称都不一样 写名字 下面加一个深远离 增长字 下面写一个与远离 可以 然后黑净德字 叫一般亦远离 黑净德字 下面写一个一般亦远离 然后巨生光明字 下面写一个 就近亦远离 就近亦远离 好 写好了吗 所以不论有无巨像 那有无巨像 那深远离的四空 不是四空 不论有无巨像 这个你想讲 有无任运 那深远离的四空 也须结合 深远离等的四空 也须结合 那个 结合空会 深远离等的四空 也须结合空会 这已经讲 前面已经讲了 这个不需要 由乐而决定为空 这个错的 必须如此修舍升级 那这个呢 由开始 无论有无巨像 到这里 化掉 然后呢 结合 这乐空 由深乐而决定为 性空 这个到这里都化掉 不论有无巨像 这边开始化 到导树地上 由深乐而决定为空 这个化掉 到这里化掉 通过这个四字 四个字 必须如此持续修舍而升级 并守护着正空性的 那个 我们叫四字 这个已经讲过了 正空性的四字 那个 所以这里四字 那前面导树第三行的不论 这边一开始化 到导树地上的决定为空 这个内行没有什么意义 好 这一段没有问题 可以吗 好 秀里也没有问题 可以哈 很多文字是 没有把修行的内行加进去 都是用传承的文字 来解释 可是这个 有些是重复的 而且重点不是在乐空不二 原版次第 一般传承会讲说 重点在升起乐空不二 双运 不对 重点在升起 我们叫 子母光明慧 四字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断反掌杖 所自账 必须升起四字 乐空不二 那个跟那个什么 那个跟外道一样 所以很多传承人 没有把佛法的真正目的 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有些我们要修正的原因在这里 我们看233页第二 后得位的声音也不是后得位 它是初定后 因为他没有宪正不能讲后得位 应该初定后 我们讲后得字跟根本定字 是在宪正才能说 宪正的时候 宪正空宪的时候 我们叫根本定字 然后初定的时候 才叫后得字 所以不能讲后得位 应该初定后 这个还没有到宪正 应该后得位改成初定后 初定后的声音也一修法 即休息由上述 那个四字 因为声音也一向讲 不要讲 就讲显明字叫 不要讲四字 它只是显明字 四字是后面的四 所以四改成显明字 这个还灭 这个不能讲还灭 它是把它倒过来 从开始修了 从倒过来来说 修起显明字的华灭 这个华灭 它这个华灭 乱用文词 我们讲华灭 是讲十二元起 南乌的 南乌的那个生起 十二元起的那个支离 华灭是讲 从根本所迫 因为生老死 老死的前面的音 就是生 生前面的音就是有 然后前面倒水 爱渠 一直到这 最后是什么 无明 所以华灭是为了把 找到根本 把无明破掉 这个叫华灭 缘起 所以这个华灭 不是这样的华灭 它被倒过来 变成是从开始死亡来讲 这个不叫华灭 这个华灭要破除根本 叫华灭 这个不叫华灭 应该是讲 由上述四字的 我们那个 跟 那个前面的 前面之音 前面的序流 所以用华灭 就是文词会弄错了 华灭就是最后 还到根本 灭掉无明 叫华灭 这个不是 由修起上述显明字 的那个 那个 我们叫 那个 逆 逆 我们叫逆 逆 那个前阴 前阴 那个华灭改成前阴 前面的阴 别人讲华灭 华灭就是要把 前面最根本灭掉 叫华灭 这个没有灭 这不能灭 这个不能灭 它是一个阴的序流而已 这前阴 一如死亡过程的 外戏已断 那外戏已断 这个还加一个什么 内息停止 这个 这个脏系就忽略到内息了 外户系断了 跟内息停止中间有 八个小时到二十小时的中间 这个是注念的最好时机 那脏系忽略 它没有这个注念的概念 脏系没有注念 汉系才有 我感觉汉系比较精细的 所以内息停止 由白显心 那个线画掉 应该由线白显心 一直到死亡光明星 那个线它放在白显之前 由线白显心 一时到死亡光明星 聚生光明星 由细心到组细心 接着是由最维细的死亡光明星 去入终有的黄灭之灵 那黄灭呢 这个就不能讲黄灭 就是道 道回之灵 他用幻灭这个 他把那个 十二级的幻灭 拿来是当成是用这个名字 这个错误的 就道回 道回之灵 就是逆 逆回 逆回 怎么逆回之灵 他身体白显 那个聚生光明星之后 他要变中阴森 他要从聚生光明星 变黑静德 道回来 再是红针 再是白显 再是戏 戏的内袭 再是外袭 再是我们讲 那个 风火水地 风火水地 道过来的意思 不能讲黄灭 应该讲逆 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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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过来的意思 会不会写 会啊 耳朵地不会啊 会回来的意思 就是逆回来 所以我们投胎也是 投胎 当我们投胎到子母 那个我们叫父亲母血 我们也是倒回来 因为你要从细心 变成色法 所以投胎那一下 也是从聚生光明星 道道 黑静德 红针 白显 那内袭 外袭 在风火水地 那火水地就可以看到 你的那个物质 看到那个超音波可以看到 一小一点就看得到 那个有色法 有出现 那带班女众 那个台湾应该是 两个月才看得 用全部看得到 两个月左右 不然都很小 看不到 这是倒回来 逆回之理 那由聚生光明 而滑灭到 这个字都化掉 这是普通人啊 不是 不是那个字 由聚生光明 而滑灭 这个滑灭 应该是倒逆回 滑灭改成逆回 另外到黑静德 那个字都化掉 字是已经修起 这个不是讲死亡的 由聚生光明 而逆回到黑静德 由黑静德 那个字化掉 而逆回 那个滑灭改成逆回 逆回到红针 那个长字化掉 那由红针 那个长字化掉 而逆回 反面改成逆回 到白显 不是显明字 是白显 那个字化掉 乃至逆回到 这个传承是讲 白显心前面有八十万念 这是这种传承 我感觉这种传承 比较不合理 乃至逆回 滑灭改成逆回 到八十种分别性 这是另外一种传承 我感觉是在 八十万分别性 是跟白显 红针一起的 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传承 是在白显之前的说法 然后在献起 四大龙鹿的象征 就是风火水地 献起风火水地的象征 四大龙鹿就是 风火水地 风火水地 就倒过来 之后 然后呢 那个 要意念生活成一切之间 不是意念 那个 生 所以要意念 应该从意念 乃至空性大乐 这个都是错误的 现在讲是 头身 后得位 后得位 身远离 出定后 其实出定入定 也是这样 所以它不是 意念 如果有意念也可以 意念送前事件 上到有时间 都是乐空 无见 应该是 要意念 意念保留 你看一下 我们把那个 就是白显星的 出定后 要意念生活中 一切气势 三个大地 乃至友情 世界的体系 都是空会 都是空性 所以大乐空性 和合的 和空 不错 都化掉 都是空性的体系 大乐空 这边 一直到 那个 夏宾行 性 那个 大乐空性 和合的 乐空 到这里都化掉 就是空性的体系 因为讲的 刚才是跟心结合 现在是讲 静 静就是空性就好了 白显心 才是跟心有问题 现在是讲 静 对的静 就是空性 结合就可以 如果跟心 叫融入 我们叫四个字 所以这里 体系 都是 大乐 那个从开始 大乐 空性 和合的 乐空 这个都化掉 直接写一个 空性的体系 直接 这一长串 就是空性的体系 都急设在 乐空之中 那个化掉 都急设在 乐空之中 这个化掉 外相 则是陷起 情 气 世间 就是外境 气 世间 就是三合大地 情 世间 就是人 不断 接着动物 有情 种种 那个 那者 那个 一元而起 的 这个 这个 元起 这个 一元 一跟而化掉 一跟而化掉 就是 元起 如幻的 设法之下 由空 显现 有 那个 一 而化掉 就感觉 种种 元起 如幻的 设法 之下 一跟而化掉 就变 元起 如幻 这个如幻 幻化的幻 由空 有 现 空 双聚 显现 元起 如幻的 设法 之下 加一个 如幻 那 信节 此 诸 设法 之下 不止 此事 乐 之外 这个都化掉 应该是 这个 不过 是 乐 之外 相 以空 之外 相 而 以 那个 化掉 乐 之外 相 于空 乐 之外 相 于空 化掉 改成 幻化 虚假 如幻 这外 相 而已 乐 之外 相 于空 改成 虚假 如幻 改成 虚假 如幻 幻 之外 幻 之外 以空 就改成 虚假 如幻 之外 相 而已 好 异小 没有 问题 有 关 那 如此 硬定 硬定 显 明 智 不是 乐 空 硬定 显 明 智 这样就讲 深远 离 如此 硬定 显 明 智 乐 空 改成 显 明 智 能这样 在生活中 每个境界 硬定 显 明 智 乐 空 改成 显 明 智 堪称 极为 殊胜的 深远 离 的修行 前面 的修行 前面 叫个深远 离 好 这段改很多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异雄 可以吗 好 再来我们看 最后一段 而事实上 离学师的坐肩 于且 就是未修中间 叫坐肩 边是三想 于且 就是三密 就要升起本尊 本尊的身口 一三密 就是以本尊观为主 正修学 那在正修学是以身远离的修行为主 然后出定后 就是以身习 自身本尊谈成 就是那以身本尊谈成来行身与意三业 三想 三想就是身与意 身与意 就是三想 身与意 以本尊的标准来造 生与意三业 就是三想 一是 任所现色声 皆为本尊想 包括自己跟众生 自己跟众生 都是本尊 第二 任所听为声 皆为本尊的咒语 就是与 与想 与想 这跟三密有关 一般我们讲身就是与生密 与就是本尊的心咒 与与密 那意呢 任心所应念本尊的法体 我们讲体性想 法身体性想 这个讲性空 你讲法身太模糊了 就应念本尊的法身 就是性空体性想 就是智慧法身的性空 体性性空 法身性空体性想 这个叫做性空 就是空性 而且这样加个字 那个加个悲 他少个悲 他就自为主 应该是悲字 那个悲字体性想 所以本尊都是有 菩提心跟空性会所设 他只写法身就性空而已 应该叫菩提心 那相较起来 因此三想与且 异于素疾 这个加一个无漏之粮 空会所设 资粮有分有漏跟无漏 这个是无漏的 因为空会所设 没有烦恼跟执着陷起 就叫无漏之粮 那靠着无漏之粮 才能够成就佛的资粮 有肉的不能成就佛道 一定无肉的 所以素姬无肉资粮 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是深远离的说法 让我们看234页 这样会不会太快 速度可以 我们看第三 书善百尊的修法 这里百尊一般不是百尊 一般讲的是五五百尊 大德的传承好像怪怪的 五五百尊是黎玛派的福藏 这里讲的跟实际上能讲的 五五百尊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 第三 书善百尊的修法也称为最圣百步 一节类似于死亡时八大龙刺二十五元素龙鹿法 在二十五元素中扩除机位五字 剩下二十种元素就把五蕴四大六根五成结合本尊的修行 在此以修行秘密集金刚的深谈城来说有三十二尊 另外圣乐金刚有二十五尊 那每个眷属是讲眷属包括眷属略为加以说明 扩除十大名王十大名王就是讲护轮 在修本尊的时候一定要先观想东东南南南西南西北北东北有八方 八方有八大名王那上再下再一个一大名王 上叫顶纪名王 然后下叫名损名王 就是有八十个名王来守护你的谈城 这个叫护轮 所以一般在修本尊一定要观想十个名王 变成八方加上下两方十方来修妇怒名王 来抵御修法过程外道或是邪魔的侵入 就扣除十大名王 十大名王不是本尊 这里又讲得很奇怪 十大名王不是本尊 他是护持你修行的 跟本尊无关 因为每个本尊都要修十大名王 所以是共同的 所以他不是本尊所设 那这里传承奇怪 那包括普贤啊 米乐啊 甚至是浓露自身 这个就变成促谈城了 这跟修的摆尊法呢 有点不一样 这个就变成以身体来当成本尊的处所来说 那我们讲的五方摆尊是讲这个 在死亡后十四天 有五方佛前面七天五方佛几经尊来救你 那后面七天 就是第八天到十天 是五方佛的愤怒尊来救你 这个就是我们讲中阴身救度法 像胡志有一个录影带 那个就是中阴身救度法 第一天呢 譬如真阿婆会献起 你要怎么观想 再皈依祈求 那第二天 保身佛 他是用 念一个经文叫中阴身救度法 那这里讲的是处所而已 就我们的身体呢 有各个佛菩萨安住 这个就是摆尊的 这个不用修的啦 这个不用修了就可以了 这个不用修了 了解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处坛成啦 处本尊啦 这个你可以前面加一个 处本尊的 处本尊的观想 这个不用想 就知道我们身体都有 佛菩萨安住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修也没有用啊 这个修没有办法产生作用 这很多传承都是文字而已啦 这个 这个只要说我们身体都有各种 各种佛菩萨安住就可以了 所以不能残害自己的身体 就被杀佛啦 那自相续 我们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始终 自相续所受的五义是五方佛 四大四四佛母 六根是六菩萨 五臣五金刚六 都是观想 这个跟实际很搭不上 这是一个观想 人家会说这个字嘛 胡思乱想 哈哈哈哈 这不合道理的想法 你可以讲五个手之头是五方佛啊 右边五方佛 左边五方佛母 也可以这样啊 对不对 那耳朵呢 右边的是什么 空性慧 左边的是菩提心 也可以这样说啊 对不对 都可以你乱套啊 都可以套啊 那七孔呢 我们叫七 七嘛 是吧 七七 我们叫七七 七菩提心 七平等舌 七舌 那个我们叫三十七念处嘛 三十七到三十七念处有个七等舌嘛 好像都可以 这个数字跟数字都可以融合在一起 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啦 这个是修行无关的啦 你说四个我们讲四地 两个我们讲卑制 都可以啊 恶地隆通也都可以 这是套起来用的 跟实际修行无关啦 那这个叫促坛成 促本尊啦 将身体促续观 意思的本身体系 每一尊又结五方佛 来修行 这个根本跟修行无关 这个结了就没有胡思乱想 胡乱想也可以啦 这要想到活菩萨也不错啦 不会想到烦恼 但是跟实际的修行的提升 没什么关系 这一段呢 你可以忽略 这个叫促本尊的观想 就可以了 了解就可以了 不重要 好 可以吗 一如说 像说我们在修 里面修那个本尊坛成 本尊坛成我们要观想 那个每一道墙 它有四根门嘛 代表四地嘛 东西南北 这代表四地 那每一道墙呢 一定五种颜色 组成的 五种砖啦 这个我们叫青 东是青嘛 南是黄嘛 那北是那个 东南西北 东是白 南是那个黄 红 西是红 北是绿 中央是白 中白 如果东方是白 中央是蓝 东白好了 东白 南黄 西红 北绿 中央 南 就五种颜色 所以五种颜色的砖 合起来就变一道墙 所以一道墙 一道五层 白 黄 红 绿 蓝 代表五方黄的颜色 那五方黄的颜色呢 那个再进去呢 我们叫色金刚驴 然后 深金刚驴 然后我们叫香金刚驴 这代表色身香味醋 香金刚驴 还有味金刚驴 还有醋金刚驴 所以每个金刚驴 拿着贡品 来贡用本尊 还代表床跟番 有不同的内涵 圣意床就能够维持正法 然后退出外道 圣意床 翻来代表你的胜利 来招负众生 让唐真信仰 所以很多本尊唐真就有这个内涵 他自己观想的啦 观想的 你像说我们讲绝对世界 他是显教没有讲真内涵 他讲什么 那个家庭平邪 共驴之鸟 那这个演唱五根五栗 苦空无常无我 这个都是自己 那个你的心安立在什么 他就显现什么内涵 你个人分别心安立啦 所以我们看个镜 你可以分别心 看到一个人死亡了 你就想到吗 狭神难得 有人想到吗 念死无常 对不对 有人想到吗 这个人呢 就是善法 他圆满要投身的 所以你要怎么管管往生 狗要把握往生祈求阿弥陀加持 所以每个的概念 同一个镜 会陷起不同概念 这个就是我们修得 只要圆着善法都可以啦 那这里是把那个促坛成 身体促坛成 因这种方式来说啦 而且我只要想说 我们身体都有活不上住的 所以不可能让他受伤 这个讲法就可以了 都是文字啦 我们看 若语语 种语其译 则当如上述 圣语的本尊修法 也可以称为寻识 那个寻识应该叫观想 不能用寻识 寻识就观察了 这不是观察 这是观想 不是叫寻识 用寻识是错的 寻识是观察 那么修行 这个部分是观想 不是寻识 寻识是观察 跟观想不一样 初的观察叫寻 细的观察叫识 所以是观想 不是观察 法师用这样写 有怪怪的 一个没办法观察 你怎么观察 我的身体哪边有活上 观察到观察不到 一熊你观察到 如果观察到 你厉害了 原来我的心脏 有阿弥陀住在里面 这样开悟了 那个开悟了 好 类似于据舍论所说的 初语 细事 这错的 所以这个不是观察 是观想 所以这个法师写出错误了 这个不是观察 他用观察来做解释 因为传承有讲观察 他就用一句舍论来讲 据舍论所说的 初分的观察叫寻 细分的观察叫事 但此次所说的寻 不是仅仅仅仅一切法 限为乐空 不是 应该限为自信成立 应该想出 他是自信成立空 所以应该一切法 不仅仅仅仅一切法 乐空 乐改成自信成立空的外相 应该是幻化 自信成立空就是讲 虚假如幻 所以 用乐空 用自信成立空也可以 我讲虚假如幻也可以 有没有哪一个 自信成立空的外相也可以 另外他有写空 我讲虚假如幻 因为他是有相 虚假如幻外相 而且一切所有 所见有其 这一现为本尊 就是幻化的本尊 这个幻化 现为幻化本尊 虽然那不是具象的本尊 不是真实本尊 只是性节修习而已 不是可修五尊 百尊 千尊都可以 那个即是寻 这个错误的 他这样变成观想 观想不是观察 即使称为寻 这个幻化 信一步将 你现在讲是生眼里 记一步讲乐空 乐空改成显明字 他把初的观想跟戏的观想 初的观想就是讲 都是百尊 这个跟修行关 这些文字太多文字都是不需要的 可是因为大德写的就变传承了 可是跟修行完全无关的 就是我们讲那个争议语 跟修行无关的语言叫争议 就多出来的意思 这个都是属于生眼里的 后那个初定位 后德改成初定 初定位的修法 必须这样修行原因 在于依止能进 能进生远离之垢 生与义之垢 这个叫生与义 能进化生与义的垢 因为转为本尊响 还有空会响 所以静能进生与义够 以及他是作为 初定不是初生 初生生改成定 初定后 于且的必要 那个正行 这不是前行 这是正行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看 234页 我们最后一段 所以 230页倒数第二行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 若以未来 应该是未来凡乎想而修 天尊及神颠倒剑 应该不是 未来凡乎想而修 天即神颠倒剑 应该用本尊想 不是凡乎想 我就是本尊 必须禁除凡乎想才修天尊 就是要掀起自身本尊想 那百尊的生与义修法的生与义 这个百尊的生与义没有什么关系 他把他弄在一起了 跟生与义没有关系 因为他用这种生与义嘛 那重点要跟那个生与义结合 就变成身体就是 远离凡乎 就是我佛菩萨 他用文字扣文字 文字扣文字 这个百尊 那个处本尊 这个不用到生与义才修 你可以升起赤地就可以修了 不用到圆满赤地 那个生与义才修 所以这个很多文字都扣起来 但是跟实际修行千差万别 这个升起赤地就要修了 不是在圆满赤地生与义 扣住生与义就用这样解释了 生与义嘛 其实跟实修不一样 是文字扣住那个生与义 三个字来讲这个内容 这样懂 实修在生起赤地就要修了 不是到生与义才修 那他扣到文字深远里 就用深远来解释 促本尊的想法 那只要净化 净化者要净化者正式 去除凡乎下 那个我们就不用了 这个太多文字浪费时间 那我们看 235页第二段 因为实际上 本座的修法很多样 有当修单尊的 就单尊是没有眷属的 像独勇的 独勇就是单尊 例如说道德金刚 独勇道德金刚 他就没有眷属 就只有一尊 也没有佛母 就是没有眷属的 例如观想自身金刚持佛 后面的金刚就是一尊 称为大秘乙部 就是独勇 大秘乙部改成独勇 就大秘乙部很奇怪 师傅我想请问一下 是 师傅上面写独勇 那个没有佛母 那如果我修持独勇大卫的金刚 可不可以观想佛母 观想他是坦卡没有佛母 观想是观想 跟你献起的 你修贯的本尊就一尊 如果是双孙的就贯的短尊 还要持那个佛母的心咒 那独勇不用持佛母心咒 这是本尊仪轨里面的 那你要修 如果说你要修 旧静月灵 你就观想佛母 可以啊 那是观想的 如果我在修持独勇大卫的金刚 那么我没有佛母可以观想 他说他看他的手 手的法器 他说有一个卡扎卡 那是莲花生大士 对 有卡扎卡的话 那就可以观想佛母 现在不是有没有的问题 而是你要修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因为大的都是用文字来解释 你要修到 那个旧静月灵 你需要靠佛母 来帮你 生起那个大乐 的宽乐不乐 这是传承 我是讲不一定要佛母 但依照他密集传承 你要靠着 那个手印 来帮你修旧静月灵 你就观想佛母 那你观想佛母 跟你石修佛母一样 就是你要进到什么程度 而不是用卡扎卡来代表 有卡扎卡就是佛母 没有卡扎卡 因为这是莲花生大士说的 莲花生大士有时候是独有的 但卡扎卡就是他法器 法器代表他的佛母 这是意念的代表 不是实际上的修行 文字的传承是这样写 卡扎卡怎么变成佛母 不可能 你石修必须哪里算修 卡扎卡也要观想变佛母 可是卡扎卡代表佛母 是用意念观想的 跟卡扎卡其实没有关系 那这样说的话 刀的金刚独有 也可以用金刚月刀代表他佛母 可是是观想 跟他的法器 卡扎卡也没有关系 跟金刚月刀也没有关系 可是传承就这样写 所以传承的内涵 跟实际修行的是没有关系的 他是一个传承这样写 他就这样讲 而是卡扎卡怎么变佛母 卡扎卡就能修佛母 那你如果没有卡扎卡 我要修到那个部分 需要佛母 也是要啊 所以跟修行有关的 是不是不是那个传承 不是卡扎卡有没有的问题 你要修到什么程度 你需要佛母帮助 就是要观想佛母 跟有没有卡扎卡也没关系 跟有没有金刚月刀法器也没有关系 可是大部分传承都是用文字来说 不合理的说法 尽信书不如无书 传承等于是错误的传承 不一定要有传承 可是大家都用文字传承来解释 就是下三步 下三步行续 金刚守菩萨 金刚守菩萨他没有佛母 那他手气上只有金刚神 他没有卡扎卡 所以就不能用说 我修金刚守菩萨 用那个观想佛母的修法修啊 对啊 传承不允许 因为他没有圆满四地 他根本没有佛母这个概念 对啊 所以这不能用文字来讲 可是你要修到什么程度 需要什么 卡扎卡有没有错 卡扎卡没有关系 不是重点 我讲是实修的内涵啊 所以有卡扎卡的这个本尊 的话他就必须必须是 那个那个那个 无上名无上名于协的那个本尊 现在讲卡扎卡知道讲卡扎卡吗 你懂吗 啊 怎么叫卡扎卡你懂吗 拿着那个手杖 他上面有三三种人头 对对对 那个那个意涵就是 表示可以乐空乐空无二的修 他是表象 但是没有修啊 但是怎么表象 我可以讲金刚刚也是乐空不二 所以这个不是重点啊 所以你们一直把文字当成是重点啊 这个不是重点啊 文字是传承的说法 但不一定是真的啊 我要排除你们对文字的一种 百威百顺的那种 当成金刚一律的概念啊 传承是这样讲 可是不一定合理啊 那我没有卡扎卡就不能修吗 就很多说法都是有点矛盾的啦 实修与实修的角度来说 不是那个文字传承啊 那大德都说 那等花生大是那个习葬就是卡扎卡 有卡那个等于佛母 那可不可以说到的金刚独勇 金刚一刀等到佛母一样 可以啊 那你说金刚所菩萨 他左手拿金刚组 右手拿金刚组 左手拿金刚组 左手拿金刚组 也代表到佛母啊 也可以啊 他去金刚组跟金刚组嘛 两个手都有嘛 那有的是拿那个金刚组 左手拿九手印的 很多传承不一样 那只要他的武器 都可以代表佛母啊 也可以啊 那是说 他修到什么地步 才需要佛母 这个是重点啊 而不是那个法器 代表是不是佛母 那个有没有法器 也不能修佛母啊 如果他程度够 没有法器 也可以修佛母 因为他是观想的 所以你都不是 那个文字都不是重点 好 可以啊 好 那个就是讲独有 那修三寸一体的三层萨斗 那个三层萨斗呢 这个是讲那个 四言尊 智慧尊 跟那个三魔地尊 这个内涵作用不同 因为修五尊 五尊就五方佛啦 这个大德那个法师都没说清楚 五尊代表五方佛啦 例如说我们讲 我们讲文殊菩萨 那个代表习真怀注的意思啦 又讲文殊菩萨 它是中间红黄文殊嘛 我不画 因为我不会画图啦 那文殊菩萨 下方呢 我们叫白文殊 就东方来说 那文殊菩萨 代表什么 不忘彤彤彤啦 它修的目的 就是要修不忘彤彤彤 过目不忘了 那个黄文殊菩萨 那个黄文殊 黄文殊 这个就是黑文殊 所以它用这个代表五方 就是习 习那个我们叫习那个妓 那个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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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意 就得智慧 就得嘛 提高 提升 菩提心 就是诸 诸外道邪魔 所以说五方法代表五尊 所以说五方法代表五尊 就叫五分 五方法的意思 用颜色来代表 白黄 红黑 那中央是红黄 红黄文殊 所以一尊都可以用五方法来代表习真还珠 那中央的就是本尊的本体 那化现习真还珠的阴化珠去利益众生 那叫五方 五方的五尊的修法 而且就是习真还珠而已 重点就是习真还珠 所以密法德说讲不清楚 内涵没说 外相文字讲一讲 内涵没有 真正内涵没有说明 那么十二尊 像圣热金刚就二十五尊 那如果是那个 道德金刚就十三尊 这是包括眷属 圣热金刚二十五尊 如果是 道德金刚十三尊 又独勇跟十三尊 又独勇二十五尊 就不同的传承 所以这个是跟眷属 算在一起的 眷属跟伏母 也有修百尊的 这个没关系 这个不是重点 如念修仪轨的教授般 不但造型 相貌各异 像说我们讲 那个 李化身大士有八相 有陷起八种相状 愤怒 普八金刚等等 都有陷起八相 李化身大士 硬化身陷起八相 八个李化身大士 有的愤怒尊 有的极境尊 像最微得力的就是普八金刚 也是李化身大士化现 普八金刚来消除邪魔很快 所以在文成公主入葬 聪葬干部就是要建立佛法 就请禁命论师来受戒 传出家戒来建立僧团 那时候波奔教 他们有玄秘的 就是反对建教团 所以当试验快告 波奔教就命令那个护法 鬼 罗刹 去把那个试验 把它弄坏了 以前试验都是用石头 盖起来的 不是像我们的金刚水泥的 就很容易弄坏啊 只要把一个石头弄坏 整个都倒叉了 所以罗刹就把 试验盖好的 要落成的前一天 就把它弄坏 每次都这样 后来那个 松赞干部 就请李化身大士来帮忙 李化身大士就 陷起普八金刚 祥武这个罗刹 祥武之后呢 那就答应这个罗刹 以后你跟我学 让你能够快速成佛 那罗刹就很愿意 所以他在西藏的西方 叫乌金刹土 今天你乌金刹土 就是要给罗刹这边修行的 就是李化身大士 在那边教导佛法 就是西藏西方 李化身大士的净土 叫乌金刹土 那其实就是罗刹的一个集中地 有罗刹 罗刹一般我们讲叫大利鬼 大利鬼叫罗刹 这个就是不同的传承 所以这个化现的是因人而异 就是要化现什么样的众生 我就示现什么生去度他 像这个观音菩萨讲的 千处祈求千处印 因以何生得度者极限何生而会说法 因以宰相生得度者极限才生而生 因护理生得度者极限才生而生 因护理生得度者极限才生而生 这个就是菩萨的硬化生的功德 所以现己生不是重点 你可以现无量无边的生都可以 所以很多都限制在那个 几生几生 那个都不是重点 因更趋根系所需要而化现而已 那个几生不是重点 但是那传统讲 一定要几生几生 这个都是错误的想法 把自己的脑心 就是局限在某一个角度而已 没有想到佛菩萨的功德 是没有什么数字的限制 把数字限制就错了 还是要文字上到 我们看下一段 譬如 是 我曾经这个问题有问过格西 就是说印度人修本尊 只要修一尊就好 那西藏人修本尊修很多尊 然后呢 有人把这个问题告诉一个格西 格西就讲说 这样你们修行会有那个 有增减之过之啊 他怎么讲 比方说我修这个本尊呢 我每天呢练一次 那修这个本尊呢 就练很多次 那就有点对不起 所以他讲说 你要必须要在很多本尊里面 找一个根本本尊 那从这个一个根本本尊呢 划线中不同的本尊像 那我有把这句话呢 告诉一个格西 那我能不能再练大唯的金刚 那有说 这样的用意 就是说 平衡心中对于本尊的修纸啊 有分别像啊 这样就可以找一个根本尊 那我把这个讲法呢 告诉一个格西 像夏密院的格西 我说 那如果以找一个根本尊来讲 比如说我现在我是专门修菩拉金刚 那么呢 我也有得到大威德金刚的修纸的修法 那我能不能再练大威德金刚修法的时候呢 我应该关大威德金刚的像嘛 但是我关普巴金刚像 我说这样修法行不行 有没有违背示意 他说不会啊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不是搞乱了吗 对啊 其实不用那么复杂 因为他们把概念都变得很复杂 其实大天金刚本身是分路尊相 那其实说你要对根系不同 如果根系他比较对普巴金刚比较胖 你就见普巴金刚 如果他本身就对道德金刚很胖 你就见道德金刚 如果他对金刚手混读中比较胖 你就见金刚手菩萨 所以每个根系不同 但是你本身你要想的不是外向 重点我们都是在外向绕 重点你要学道德金刚 他的精神是什么 道德金刚是文殊菩萨视线 所以他本身有空性会摄持 那加上方便 所以你的选择本尊 要只懂得他的功德 还有他什么佛来发现 要学他的体性 而不是学外向 这个还是重点 可是传承跟大德他们没有明说 他没有明说 重点你道德金刚就是菩萨 文殊菩萨画现他是有空性赤所设的一些方便 你说金刚手菩萨他是威德力为主 那修观音菩萨 你说你说你讲那个马头明王 他是观音菩萨的视线 他是以悲心菩提心为主 他以菩提心来修行 那画现所有的愤怒中来享用众生 那文殊菩萨是以智慧为主 来画现愤怒中来享用众生 所以每个主体不一样 所以你真的要修本质 修那个主体以那个为主 再画现不同的形象来调悟众生 利益众生 这个才是重点 而不是那个外向 外向不是重点 可是我们都待在外向上在琢磨 所以你对文殊菩萨 特别相信你就以文殊菩萨这个传承 主体为主的 你相信菩提心来就以观音菩萨 这个主体为主的 你相信有威德力 神通力为主的享外道 就以金刚守菩萨这个大力为主的 这个才是选择你要本尊的意义 可是你中时来讲 比如说我们接受了大卫德金刚的冠点 那他就必须要守那个 那个六尊瑜伽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 就是要每天每天横着练 就是每天都要练 那我事后接受普巴金刚 普巴金刚就没有必要说 你每天必须要修持 所以格西的意思说 你只要修持大卫德金刚 你每天都要练 不管你他你 不管你是不是列为他是根本本座 因为当初灌顶就有守这个世界 好那现在就话句话来讲 那如果人都修持上都有所谓的贪婪 就是说顺方方便而行 那普巴金刚我们去想 他只有六只手 那我们在观世的金刚 他就变成三十四只手 那就变复杂化 以修持来讲 普巴金刚是属于事业的成就 然后大卫的金刚 他是属于 属于那个生的成就 那当然说他们两个种子字是 都一样是哄字 但是如果我是观想是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他的种子字不是哄字 那如果说 如果一个本尊他的功德来讲 可以划线 划线出不同三项 那这个师傅讲说 这个道理是对 但是以种子字我们讲的三重沙斗 那这个种子字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用 善巧方便的方法去转变过 医师不用啦 因为都是传承讲的啦 谁在乎什么种子字不种子字啦 那是传承这样说 种子字都不一样啊 因为他是在相信传承 没有实修去理解那个本尊的内涵 所以传承都是用外相 你要先去几只手 你用独有两只手就可以 不用善尸手 没关系啊 独有也是分入尊啊 不然现在那么多手 不然就十六只脚啊 根本不用啊 就两只脚就好了啊 重点你用智慧化线的本尊 两只手两只脚 就可以相无众生 而不是你要线那么多只脚 那当然说 你要修行更能够自身本尊 线更多只脚更明确更好 因为本尊比较明线 比较坚固嘛 比较坚固那个力量会更强嘛 但是你修两只手 难道力量不强吗 如果三只手不要 十六只脚不要两只手两只脚不可以吗 是我们自己心意去选这个本尊呢 还是说一定要按照密法来讲 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师傅 然后 然后勒 不是你先抉择好再去找师傅 那个叫什么 灌顶法会仪轨 然后从东门进去然后叫我们去投那个木头 然后看他是偏向哪一边 那个都是外相啦 都是外相不重要 所以我们用我们自己心意去看 看哪个本尊相应的话 我们就去 对啊 我灌这个本尊我才去灌 而不是谁要来灌顶我就去参加 很多都这种心态 不管谁 或是法王 他灌什么顶我都要参加 可是呢乱糟糟的 他没有一个主体 根本没有实修 他是解法院 因为根本他 也没有菩提心 也没有三主要道 也没有 也没有生起那个大乐 都没有 是结缘 结缘根本没办法修成 而且东路短尊你要修哪一尊都搞不清楚啊 只是念文字念仪轨 念一念 可是呢真的有实修吗 没有啊 只要说 请问上司 你觉得我 念 学习哪一种仪轨 找哪个本尊好 那这师父就说 我没办法帮你回答 对啊本来就是 我们只能按照头 好像宝贝这样子 去选择 那不一定 自己结合心 你要求什么 你心里想向往什么 才重点 可是大家都是 自己没有自信 也没办法抉择就靠别人嘛 这个本身就修错了 你自己要抉择我要求智慧 还要求菩提心 还要求大威得力 就卑智力三个选一个嘛 那卑 以什么本尊为代表 智什么本尊代表 力什么本尊代表 你就选你最相应的 卑智力三选一 那再选本尊 这样才会明确 你才会真的想修 如果这个根本没有结果 上司 那个人 刚刚讲的 母卦讲的 你一定会修吗 不会 因为不是你抉择出来的东西 现在都学会 都是靠别人 都不是靠自己 生活都靠别人 别人给我快乐 都不是靠自己 我生起快乐 这个都是错误的 方向已经错误了 这传承不重要啦 西藏他们认为上司是最重要 不管地质怎么样 都是要找一个上司 但是因为大家说说世事如火这个没错 因为你的法是从师长来的 那如果师长没有法你当然上司有什么用 没有提升你的心去成长上司有什么用 但是密序都是因为上司都喜欢依人不依法嘛 上司是佛嘛 所以你要听话嘛 这个本身就已经没有显教的基础 显教依法抉择 不一样 依法抉择这个上司有法我才听他的 所以要法的标准 上司没有法我不能听他的 所以不是说我抛弃法去听上司的 这个已经错了 根本在法宝 不是在佛宝也不是在生宝 要求的是道地灭地功德 我靠着佛宝能给我 是给我增长道地灭地 靠着生宝增长道地灭地 才叫佛宝跟生宝 如果没有增长道地灭地 佛宝不是佛宝 生宝不是生宝 这个都是重要的 最根本的都忘记的 这在依人不依法 求佛宝就是上司 生宝就是法有 错了 因为你没有佛法 法宝做基础 已经错了 可是 大家都没有从根本的法宝 去认真的学习 得上司加持 得法王加持 去口受传承 我就得到传承 都是依人嘛 不是依法 方向已经错了 跟外道一样嘛 上帝啊 要吃给我吃吃给我穿出我欠钱不用还 怎么这样 我的苦乐都上帝给我的 所以我要 我要让我的上帝我的主荣耀 荣耀我的主我才能快乐啊 变成是 奴姓 奴姓的说法 我要靠皇帝相信我 喜欢我才赐给我官位赐给我 财产啊 反那个地位啊 所以以皇帝为主 我要荣耀我的皇帝啊 就跟上帝一样啊 就不是靠自己业力 去争取自己的快乐啊 而是靠别人给我的啊 别人私语给我的 我只能 像哈巴狗呀 祈求 我好痛苦喔 希望主人给我一个 馒头吃喔 都是这种心态 这个叫奴姓 我们像佛教徒 跟外道一样都是奴姓 因为 我们已经 皇帝时代统治了5000年的文化 这个习惯太深了 太深了 而不是靠自己 争取我的快乐 突破自己来 来争取我真正就近的安乐 都不是这种想法 而是 求佛加持啊 求佛杀加持 这种心态 跟外道一样 所以我们常 我曾经成一个 以前的同学说 你今天 你是佛教徒吗 为什么是 因为我每天供三杯水 给佛菩萨 你求佛菩萨干嘛 是我家庭平安啊 身体健康啊 然后呢 残缘广庆啊 哇你投资差佛力太高了 每天三杯水 就给你身体健康 家庭和谐 残缘广庆 那个如果达成的话 那世间不用赚钱了 我就供三杯水 每天三杯水就好了 这种心态是对吗 跟外道一样 那算是佛教徒吗 不算 可是他去佛教徒 我讲之后 他就跟他讲 下次再见 老头 下次不见 因为跟他 想他变受伤了嘛 他再不认同我 人性就这样你损害他的利益他就感觉你不是 你跟他不合 所以要讲好话不能讲坏话 人人之间就这样 他讲好话你又不讲真心话变捧这个残媚啊 我又不依赖你 我又不依赖你 我跟什么要讲 要残媚的话来 来共承你 我讲实话你听就听不听就算了 只能这样子 只能这样啊 因为 我又不是说他是一个什么 可以得 就是有因缘可以提升的人 我只能把实话讲出来 一般众生就这样啊 众生习气 佛教徒也是都这样啊 大德能不切房子来就一疯疯的去灌顶啊 求家旨啊 供养多钱啊 十万五一百万供养啊 目的嘛 摸个头啊 然后呢 拍个照啊 就是这样就得家旨了 根本不用学法 就可以快速成就了 这是外道的概念 可是皇上主都这样啊 你不是看着那个 皇上情法多人多人拍照啊 拍照啊 他一疯疯的 学法度孤 不孤 都这样子 要找这个文书菩萨这五种颜色 只要找 一种 一种就好 灌顶就可以了 对 他灌这个黄红书就可以了 不需要我去找一个那个撒迦派那个 十三不共法的黑文书去灌顶 才能去除这个邪魔外道的 对对对不需要 黄红书修好你就可以展现黑文书来降虎外道 不一定要去特别灌黑文书 但是如果说我没有红黄文书之前我先灌黑文书可以啊 所以可以有没有方便嘛先可以灌 那目的是要以智慧来 这个很多佛法都要主体啦 这个主体要抓到 山主要道 很重要 很重要 卑制律很重要 这都说文字啦 都外相啊 这个都外相 所以很多讲求外相传承不重要 内心的那个才是重点 修行的内心的主体 所以我看这个外相文字感觉都不重要 可是他们都感觉很重要 你传承嘛 传承跟修行无关 传承也没有用 好 那我们看那个 235页导述第2段 譬如 依着空字 我就乐瓜化掉了 空字就明显字 今天要讲深远里嘛 明显字陷阱五方佛 如幻的五方佛 为了净化五方佛他是用 代表 那个 用五个字五跟五对话 来套进去啦 这个跟净化五方佛 五方五蜜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他这五蜜是怎么说呢 他是用那个五方佛来代表净化五蜜啦 东方 东方就是一般来讲 他很多角度都讲的不一样 我们讲五蜜有个 色受想行事 色受想行事 那这里呢 他用这个五方佛代表 这是套进去的啦 这文字套而已啦 文字套进去不重要不重要 这文字套进去的啦 用色受想来套五方佛 这个是文字啦 这个跟实际修行无关 跟实际修行无关 但藏密就是喜欢套套套套套 五蜜啦 五色啦 那个 五方卫啦 都这样套 都是文字传承啦 跟修行没有关系 跟修行有关系 这慢啊 那个讲 那个 净化那个贪嗔痴慢疑呀 也可以说啊 那个净化贪嗔痴慢疑 对就是 贪嗔痴 他这个文字就没有一定次第了 贪嗔痴慢疑 好那这个 这是重点的 贪嗔痴慢疑 贪 嗔痴 慢 净化慢 这个我不写了 因为这个是套文字的啦 净化慢 净化贪 净化痴 贪嗔痴痴 要净化痴 贪 贪 贪 就忘记了 这套文字也是用贪痴痴慢的进化 这个是文字的 都不跟实际修行 是 都感觉不是重要啦 对对跟你一根套不进去 文字是这样写 可是跟你实际修行套不进去啦 套不进去懂 为什么套不进 因为你的佛 一尊佛都可以净化贪痴痴慢 不要五方佛才净化贪痴痴慢 一尊就够了 不要五方佛啦 一尊就可以净化贪痴慢 好像为什么要五方佛净化不同的 烦恼呢 蛮奇怪的 很奇怪 很奇怪 除非说你用 那个我们讲的五庭心关 用不进关来对治贪 对不对 用慈悲关对治痴 然后呢 贪痴吃 用蛇缘起 缘起关来对治痴 那用那个 法界铁心关来对治慢 那属席关对治忘恋的疑 这个还可以说 但是方佛每一尊都可以对治贪痴之慢疑啊 为什么要五方对治某一个烦恼很奇怪 这个都是套用五 五个五个五个的套用而已啦 跟实际修行没有什么关系啦 我感觉这个都是文字像 记这个都是嘛 太多文字记了也没有用 所以我就不写了 就不写了 可以吼 可以吼 这个没有用啊 套用而已啦 跟实际修行没有什么关系 一尊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修五尊 不要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这个都是因为有写 我就把它写出来 跟修行没有关系的 对对对不需要 好 那第四我们看 至限于三神大斗 这个三神我们就已经讲过了 就是我们讲 四言尊 智慧尊 跟三魔地尊 这个就一尊 里面就有了 那什么十三的 桌布金刚 那个二十五尊的生日金刚 这个都不用讲 这个 这个都是文字套文字啦 不需要 昨天讲的那个 三尊的四言尊 这个是道德金刚的说法 当然 我们看那个 两百三十六 两百三十六 那个在 一线本尊 你看 观想 三层观想是 升起本尊 如 真实本尊 不是智慧尊 我们叫四言尊 例如说我们讲 道德金刚 我们讲一下 刀的金刚 我就不用画那个刀的金刚相 这个外相就是我们讲对身本尊 刀的金刚 对身本尊呢 融入 融入 从底上融入 就变自身本尊 这是上师 上师本尊无有别 上师划线的本尊 划线就自身本尊 划线的这个是以本尊外相 这个外尘 与本尊 本尊对身本尊 与本尊对身本尊外相 以致 这叫什么 四颜针 这叫什么 四颜针 那在观想 这个心中 十方 诸佛 智慧 是总集 看我算数 搜射 这个叫第二层 再写大一点 这个是智慧光明 那有人用智慧光明 有个代表一尊的 例如说我们讲里面的就是代表 比如说文书菩萨 写大一点 因为这个还有三摩地尊 文书菩萨 这是刀德金刚 所以每个本尊智慧中不一样 智慧光代表文书菩萨 代表第二层 代表第二层 第二层 文书菩萨 代表 如果是菩萨心间 有个哄字 如果大家得知应该就是哄字 就是这样 第三层 就是字盐 叫四言尊跟板尊外相一样 智慧尊就实王自活 智慧神 用一個形象來帶文殊菩薩 第三層就是要修三摩定 為了修止住修的 就是這個志 這個是定 會定 定會雙修 第三層就是三摩定尊 所以每個本尊都有三尊 以達德金剛的智慧尊 所以文殊菩薩會代表 其實你用智慧光 不一定要陷阱文殊菩薩 如果說不陷阱文殊菩薩 以智慧光 所謂的本尊都一樣 以智慧光代表雙修和智慧 這個我們修 禮拜晚上修的 那個就是智慧 就是智慧尊 以智慧光 不要升起文殊菩薩的形象 雙修和智慧光就可以了 第三層你可以修一個總子字 第三層你可以相處一個明點 明點就是一個光 越來越縮小 按住在於那個很細的明點 不一定要修起總子字 這個都是表象 就為了跟你更深細的禪定 所以按住更小 智慧尊在心中 還在一個總子字 就為了更內說更專注 目的要修成定用的 明點好像比總子字 沒有總子字好像比明點 比較能夠專心耶 因為他講的是說 上次講說 那個總子字最好去觀想這個 像馬的毛那麼細 黑色的字 可是另一個問題 那如果明點的話 我們只會想到顏色 比方說紅色明點 他那個集中力好像 但是明點那麼細 怎麼總子字陷起 等於沒有總子字 像馬毛那麼細 你能觀想 總子字很複雜 你有像馬毛那麼細 你能觀想清楚嗎 他說越觀想越細 集中力越強 那你就觀想一點就好 不要總子字啦 那個點可大可小 你都不會想 總子字這麼多文字 你要相信一點怎麼陷起來 怎麼陷起來啊 像馬毛那麼細 你能夠陷起這個字嗎 倒不如陷起一個一點 可以陷馬毛那麼細就一點 沒有總子字這個文字 不是更細嗎 你叫這個字就沒辦法細了 這個字要陷起來就沒辦法細了 當你觀想那個字不要 就陷一個點 黑馬毛毛的毛端 那就可以了 更細 不是更好嗎 做字不需要 對不對 對不對 很多是理論啊 都是文字啊 理論啊 跟修行 其實修行 沒有合在一起啊 對 你要像馬毛細 總子字就不需要了 你說的是那麼多撇 怎麼陷得馬毛 不可能啊 嘿嘿嘿 主要你很純熟 對不對 英雄是不是 現在一點就好 我不用總子字啊 不是更好嗎 要更快 更細 這個 真的好 這好像 跟修行 那些觀想 好像有一點點 類似一樣一樣一樣 又是以前是沒有三尊 他是把金剛齒佛 融入到心間而已 嘿嘿 那重點是智慧啦 金剛齒佛的智慧 因為金剛齒佛的智慧 代表法身嘛 法身那個智慧 暗入在心間 等於都是智慧尊一樣 你怎麼會知道 所以 떡 我想請問 那我們先掀起自身本尊 再掀起後本尊 那個對身本尊 然後再觀想這個定本尊 一定要用這樣的觀想 這個 我們能不能先觀賞一個定 然後定本尊 然後再對身本尊或是自身本尊 要按照尊敬還是 次第是這樣的 那我們次第如果顛倒會怎麼樣 顛倒修不起來啊 這個對身本尊是五線訣 五線訣就在這裡對身本尊升起來的 它具有五個嘛 你如果說第一個 白色蓮花代表處理心 白色千葉蓮花 代表處理心 那在蓮花中央有什麼 月輪寶殿 代表世俗菩提心 那在月輪寶殿上面有個日輪寶殿 這個白色 月輪寶殿代表空陣劍 我們叫空陣 空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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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 那在由第四個 總指字 那個 但獻起那個日輪寶殿之後呢 我們獻起這個金剛柱 代表方便 就是五股金剛柱 代表五官佛啦 那在勾招那個 總指字 金剛柱中央圓 就是縫字 勾招實妄祖國體系 代表波羅 這個 智慧種極 這個 智慧種極 這個代表波羅 整個講空繪 代表波羅 那在波羅裡面 在念那個 我們叫觀空繪 安入坑了後 叫觀空繪 我們收拔虛打三馬 收拔虛打漢 有觀空繪叫縣極 這個縣極 對身本尊 就幻化的本尊 這是對身本尊的修行方式 練本尊後 在觀想對身 一個化 硬化身 化現 一個化身融入到我自己 就自身本尊的三層色度 刺地應該這樣 是真的刺地應該這樣 可是文字上沒有說清楚 本尊儀鬼也沒有說清楚 劍刺現起跟頓 就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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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什麼 就頓時陷起 就用波羅陷起之後 不用在前面這個四個 無限訣前面四個 就只用波羅 那這樣 像奧索法師 菩薩瑪索法師 陷起 就頓時陷起 由這裡 前面四個可以省略 就是說 我們陷情本尊的時候 要從那個手勢 就是手的法器 先觀想手氣以後 再觀想本尊的身體 那我們可不可以先觀想 我們本尊的身體 之後我們才觀想他 重點是本尊的身體 當然是這樣比較對啦 這樣比較對啦 然後手腳 對啊 是什麼本尊 他什麼手字 手腳 拿著法徑 然後再去觀想大衛的金剛裡面的身體 眼睛他鼻子裡面肚子 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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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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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頓時陷起 這個叫 我們叫那個 那個叫 就是整體陷起來 另外一個是 我們叫 我們叫那個 那個 那個就是 由下往上 由上往下 那個就是另外一種修 那是由 馬格拉的 因為太恐怖了 所以 蘇舊度母 觀世音 他是因為太難看 從由下 腳 再看裙子 看腰 這個是太難看 因為看頭很難看會恐怖嘛 所以由下慢慢陷起來 那是另外的 特別的本尊才這樣修的 就是由下往上或由上往下 另外的是這個不要 你之間的不是觀想說 你可以用佛像 例如說 所以有些 那個修本尊 會看你本尊的照片有沒有 那是由本尊像 献起本尊形象就可以 由本尊的照片的 畫現一個印畫生 融入到自己 就不用這樣了 由照片 畫現一個本尊的形象 融入到身體 就自身本尊 這是第四種 有什麼套四種 一個是見識生起 一個頓時先起 一個嘛 由下往上 由上往下第三種 一個是從照片中 畫現一彎是融入到自身 這個第四種 但尊貌他有 廣論尊貌他 比佛山 廣論的尊貌他裡面有行 一般藏系的大德很少講 有四種 這裡有啦 這裡有講 這個四種什麼出業 然後第一個是 降少會 然後得自在 然後最後一個是 那個是不同 升起智慧的 那個本尊 升起本尊的那個 升起四季的 升起本尊的方法 不是不是這個 升起本尊沒有一樣 那個是三 升起四季的幾種神就 我把等一下 拋到群組 我有之前有寫 那個是三種 看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我下課再把它 找到那個內 再把它拋到群組 那個是修行的成就 四個 有三個四個層次 跟那個 升起本尊沒有什麼關係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再走 不需要 這個好像 六座 一節有什麼 六座 六座 一節有什麼 對 六座 也沒有講清楚 他文字太簡單了 對 我們說 自己有什麼 在他裡面 六座 一節有什麼 我知道 但是那個文字 沒有講這麼清楚 你重點把那個內涵 懂了 再修六座一節 比較有 有感覺 六座一節文字太簡單了 你們是修短軌 很多念 都沒有講清楚 好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我們看 哪裡 這個有幾尊幾尊的修法 我把它 結合五方佛等等 成就至他 結合五方佛 就是習真懷諸了 那裡內涵 那我們看 我們看那個 此外 236頁 這最後一項 此外 依可觀想自現本尊 按住每一個重門頂上 那個就是講習真懷諸 修習真懷諸 按住本尊在眾生頂上 你可以用白色光做洗法 黃色光做真法 紅色光做懷法 寶蘭色光做諸法 這個就是 236頁 習真懷諸的內涵 所以 令惡趣真與真上生 重點給他習真懷諸 令惡諸至於三學道 這個都是 作意 這個都沒有 這個是 沒有實際的內涵 按住本尊就可以讓惡趣者至於真上生 這個要給他智慧 對 要給他光明才可以 再者 又當如何造作自立的元所元呢 由智慧尊 你本尊體系無比的上身 放光 這個是用我們自己放光 剛才是有兩種 一個是本尊安住在眾生頂上放光 一個是我自己就是本尊放光 加持眾生 有兩種 一個是本尊在眾生頂上 一個是我自己放光 這兩種可以做 喜真懷諸 那喜法呢可以禁罪 那真法可以集之 那懷法提升他的菩提心跟悲心 那諸法就消除 那個 治他的那種煩惱跟執著 觀想 化無量甘露 甘露就是光就是甘露 那片滿 治他身中 以禁除無明 就是諸法 禁除無明暗戶等惡障 這個我先到這裡 就是喜真懷諸內涵 我們上次有講 好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喜法 喜法就是禁除業障病障 諸法就是禁除我的我值跟煩惱 上次有寫的 你 那麽時代你常常以前學過 對啊 外律就是外道寫 內心就是我值跟煩惱 好 先到這裡 好 有沒有問題 你們可以跟不同的大德學的可以來做參考 可以啦 這樣很好 因為有的大德想的是文字 我們把實修 稍微做一個結合做個分辨 所以一般傳承都是文字傳承 比較多 實修傳承很少 都是文字傳承 那大家 葬系的大德 都把文字當成最重要 修行傳承 反而忽略 都是文字講一講而已 好 沒問題 我們就回向了 好 沒問題 我們就回向了 好 好 好